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 即时新闻现场 但您关心的是 美国联邦政议院议长 裴洛西一行抵台 那么在今天下午大约2点40分的时候 参访了警美人权文化园区 新北警方部署了有150名警力 在现场负责交通以及围安 以防成抗团体有脱续的行为 而据了解 美国在台协会邀请了 三位人权民运人士与裴洛西见面 其中包含了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 NGO工作者李明哲 大陆民运人士吴尔开西 而据了解监察院长陈菊 也会到现场来接见 外交部也派人前往陪同